于是 什么事 我们是司令部的 谭司令让我们来接顾小姐过去一趟 顾小姐 小叔叔 喂 喂 我是苏昏榛 刚才顾小姐是不是给我打电话了 刚才司令部的人来了 说谭司令请顾小姐过去一趟 谭玄陵 顾小姐 我们司令人现在还在调查组扣着呢 这时候找顾小姐干什么 那会不会是调查组传讯了顾小姐呀 不可能啊 这调查组传讯谁都会通知我们的 进去 顾小姐 好久不见 你是徐伯军的副官 顾小姐好记性啊 穆家舞会上远远看过你一眼 不过我们好像一向没有什么来往 徐副官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特地请顾小姐过来 只不过是帮个忙 我只是个演戏的 你们军务上的事我可一点都不懂 恕我爱莫能助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一起去找约瑟夫界的码头 谭玄陵到底把军火藏在哪儿了 我说了 我只是个演戏的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军火 你们既然派人盯着我小叔叔 那这个问题应该问你们的人才对吧 你不用跟我兜圈子 你要再不说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徐伯军已经下野了 上海现在是我小叔叔的地盘 你们敢动我一根手指头试试 看看最后吃亏的是谁 威胁我 我好怕呀 别以为你是女明星我就不敢动 给我打 是 怎么样啊女明星 刚才不是还挺嚣张的吗 我告诉你 我想弄死你 就像弄死一只蚂蚁一样 识相点 说出军火下落 我就放你走 我说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就是弄死我 我也不知道 嗯 吃饭 吃饭 做一遍 啊 吃饭